大家好,我是Ry,刚才在人民网看到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我给大家念一下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然后这个文章的相关信息的报道,我看新闻联播也报了,就在不久前 人民网是下午发的,然后新闻联播也报了 我再念一下这个题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我现在不做任何解读,也不做任何分析 大家就仅看这个题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中办法的,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习近平要谋求连任的一个情况之下 马上二十大就要召开了,然后中办通过人民网通过新闻联播 这样的就是很高调的推出这样的一个文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会让你产生很多的这种想象,到底怎么回事 习近平还能不能连任呢,不就是给人这种感觉吗 这里面我要说一点,他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不是说这次制定下来,他是在2015年就已经制定了,然后这次是进行了一次修改 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一会再说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修订完以后 它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吧,我认为的一些比较主要的内容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 他这个第三条这么说的,说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 大家听好了,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 那包括习近平,对吧 习近平虽然是党的总书记,那你也算是各级党的机关里的一部分吧 对吧,适用于习近平 要说能上能下,习近平你也得能上能下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第四条呢,他说 这个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 那这就很明确了,对吧 你让上任当官大家都愿意了,对不对 那你不让人当官,让人下的时候 大家肯定都不愿意 所以说,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 那么他还说什么 应当结合实际分类失策 严格执行,问责 党继政务处分 组织处理 辞职 职务任期 退休等有关制度规定 畅通干部下的渠道 他这里面提到了 职务任期退休等有关制度规定 畅通干部能够下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这个大家也可以就是说 你去想吧 到底啥意思呢 然后呢,他这里面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他说,本规定主要规范对不适宜担任 现职干部的领导职务所做的组织调整 他这里面列出了很多 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就不适合再干了 你就得下去 然后他这里面有一个第五种情况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觉得这就是跟习近平的情况很像了 他这第五种情况是这样说的 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独断专行或者软弱涣散 自行歧视 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组织 组织做出的决定 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 或者任人为亲 拉帮结派 破坏所在地 单位政治生态的 对吧 现在习近平做的不就是这个吗 要违反这个党的集中领导 要自己搞一套 要自己就是说 要连任的等等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试点点吧 单单就是你推出这样的一个规定 这个名字本身就很特别了 现在它里面的很多内容 你可以看一下 什么意思 当然了 我说到这儿吧 有人说 那2015年那个版本是什么呀 和现在的这个改变的版本 有什么不同啊 但这个不同 我也得说一下 看到这种不同的 可能就是相信 习近平会连任的人 会说你看 在这方面做出修改了吧 那习近平就能连任了 这个不同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不同的 就是 当然内容很多了 所有的不同 我不能全说 我只说里面 就是我看起来 比较重点的 就在2015年那个版本 它有一个第五条 它第五条是这么说的 严格执行干部退休制度 干部达到任职年龄界限 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 程序办理退休手续 免职退休手续 这第五条 然后第六条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 职务任期制度 任期年限 借数和最高任职年限 一般不得延长 就是它在2015年那个版本 它把这个年龄也好 包括任期这个限制 它单独第五条 第六条都规定出来了 我没有念权 我就把这个 我认为严重的 不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说出来了 第五条第六条里面 他就把这个年龄 任期说的很明确 但是在这个版本当中 就今天 报道的这个版本里面 就没说的那么明确 但是他也说了 刚才我念了 就是辞职 职务任期 退休等有关制度规定 畅通干部下的渠道 他也有 不是没有 只是给弱化了 那么针对这种变化 可能就是支持 认为习近平连任的人 就说 你看这变化了吧 习近平特意把这两条 给他弱化下去了 然后就给他连任 铺平了道路 当然这么说 也有一定道理 我不是说完全否定 这种说法 那么你既然做出 这种修订的话 那你为什么在 今天修订版本里 他还有任期 职务任期 退休等 有关制度规定 他还是提到这一点 不是说完全没有 是吧 而且其实 你这个就算是修改了 你可以现在不用说 对不对 你干嘛才说出来 对不对 你一说出来 你就会在媒体方面 对吧 在国内国际 在普通百姓当中 在外国政要当中 对吧 在基层的这些 这个公务员当中 他引起很大的这种反响 对吧 什么意思 我还是那句话 你就这个题目吧 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规定 那现在大家都 很多很多人的想法吧 我觉得 绝大部分人吧 不都是希望习近平下去吗 那你中办 定学想你中办 管的中办 你定出这样的规定 那你得先执行 你得先根据这规定来做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给人的 就是感觉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说你要是想改 你就别这样 大张旗鼓的报道 那现在9月19号 新闻联播 然后人民网 把这全报道出来了 我看这个事情 肯定会有很多 后续的这种影响 咱们得再看一看 总之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这个文章一出来了 习近平肯定就下了 不是这意思 像我刚才说的 他毕竟做了一定的修改 可能也意味着 习近平 对吧 他也在做努力 想要连任 但这个事情 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咱们还得慢慢看 后续的这种变化 而且他这里面就说 他这个修改 是在什么时候修改呢 是在今年8月19号 他有一个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 进行修订的 然后我查了一下 8月19号这一天 没有看到媒体报道说 北京有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 没看到 也就是他秘密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8月19号是什么日子呢 8月15号那天 北戴会议结束 然后16号那天 李克强去了深圳 习近平去了辽宁 然后17号 他们回到了北京 那么18号 他们修整一天 19号就开了这么一个会议 也就是说 针对习近平连任这个事情 他们秘密的 开了这么一个会议 其实是 我觉得体制内的权斗 还是很激烈的 为什么他不报道 对不对 然后他做出了这种修订 这种修订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 修订完以后 而且被这样大规模的报道出来 对习近平是十分不利的 意味着习近平 现在整个他 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然后这个修订 是8月19号做完的 然后9月8号那天 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发布了 把修订办法就发布了 发布了以后 媒体没有报道 大家一直也都不清楚 这个事情 反正我是没看到 可能如果你们看到了 你们可以给我留言 我是没有看到 直到今天9月19号发出来了 为什么今天发出来了 原因在哪 我觉得 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了 大家都知道 前两天习近平 在国外的时候 也没参加晚宴就回来了 很多人想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习近平是不是权力受到了影响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想象 对不对 然后这个规定 如果习近平 他权力足够大的话 他是可以不让他发出来 你就是咱们秘密就改了 但是媒体播了 等到二十大我就连任以后再说 但是他没有控制住这个局面 这个文章还是被报道出来了 那就说明这两天 可能确实是有什么事 我觉得习近平从国外回来以后 一直也没有露面 所以说这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事 这也都只是我的想象 今天我看新闻联播里面 新闻联播 前四条新闻 前三条就是习近平 给别人发贺信 发贺电 前三条就是这样 然后李克强 跟一个人打电话 也是一条 然后后面就是这条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规定这一条 习近平一天发了三个贺电 什么意思呢 贺信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用这种方法 在新闻联播里面覆盖新闻 不让大家更多的关注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的 这条新闻 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 总之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二十大马上就要开了 习近平谋求连任 然后丁学强 对吧 习近平的心腹丁学强主管的中办 发出了一个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规定这样的一个事情 被媒体大规模的报道出来 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想象的空间 简直太大了 我也不想做什么结论 反正我觉得对习近平没有什么好处 行 这一节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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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